今天来分享一个秋天专属的栗子核桃酱 网上多数的食谱都会加一些糖和淡奶油 我用核桃和一点椰子油来代替淡奶油跟白糖 这样做出来的栗子酱呢健康又低糖 我猜一定有人说8个栗子等于一碗饭 这张照片是2两半的米饭 这张是相同热量的栗子 大概是19个栗子准左右 所以说栗子真的没有传言的那么恐怖 做栗子酱第一步呢就是把栗子蒸熟 蒸熟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接着把蒸熟的栗子切开 用勺子把栗子肉挖出来 想要省事一些的话 可以直接买糖炒栗子或者是超市里的栗子仁 接着把200克的栗子仁放进料理机里 加入25克的核桃 5毫升的椰子油和120毫升左右的水 用料理机打成细腻的泥状就可以了 盛出来放进冰箱里冷藏 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左右 早餐拿出来土面包超有幸福感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